台湾标枪名将郑兆村 昨天在田径钻石联赛博明罕站 以本季个人最佳87公尺75的成绩摘下金牌 也成为台湾第一位在这项赛事当中夺金的选手 改写了国内的田径史 目前世界排名第四的郑兆村 5月的时候已经顺利取得明年东京奥运的门票 接下来他将继续出征苏黎世的年终总决赛 以及多哈世锦赛 有机会再冲高世界排名 标枪好手郑兆村奋力一直 全场观众看得热血沸腾 直出87公尺75 写下本季最佳成绩 郑兆村举起黄金右臂 笑纳田径钻石联赛博明罕站金牌 这一战也成功改写历史 因为这是台湾田径史上 首次有选手拿下这项赛事的分战冠军 其实参加这一次赛赛 天气没有很稳定 然后有突破自己个人最佳成绩 其实对自己也是另外一个肯定 然后对这一次的比赛很满意 郑兆村赛中第一直直出82公尺76 虽然之后腿部抽筋 但幸好不影响表现 国际田径总会也在社群平台为郑兆村发文 钻石联赛是奥运及市井赛之外 等级最高的商业田径赛 郑兆村五月在上海站已经以87公尺一二成绩 顺利取得明年东京奥运门票 如今再写历史新页 世界排名冲向第四 接下来他将出征苏黎世年终总决赛 及多哈市井赛 继续为东京奥运备战 记者最后报道